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峰会的李显荣总理呼吁各国领袖 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 并集体加速达至净零排放目标 以应对因俄乌战事和疫情而恶化的粮食和能源危机 李显荣总理在20国集团峰会第一场工作会议上 就粮食与能源安全课题发言时说 新加坡期待同伙伴合作 确保全球供应链的自由和开放 他说作为受信赖的物流运输和能源枢纽 新加坡非常认真看待这个角色 而强化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至关重要 这么一来各国才能继续畅通无阻地 获取能源粮食和农产品等资源 尤其是在发生危机的时候 总理也指出气候变化是更长期的威胁 他分享了新加坡如何通过调高碳税 绿化能源市场等措施 迈向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 总理建议各国扩大绿色融资的规模 并协助钢铁化工等排放量密集领域 去碳化或转向绿色能源